仅9天,23岁斯诺克前国手光速离婚又再婚,取神秘现任遭致疑猫腻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九 在中国斯诺克方面,之前因为打假球事件到的沸沸扬扬 我们的中国斯诺克也因此几乎塌了半边天 最也让领头人丁俊辉是非常的无奈 不过在10位被处罚的选手当中有一位是非常的与众不同 他就是23岁的严炳涛 在假球事件后的处罚结果,严炳涛被禁赛5年 罚款7500英镑,只是严炳涛被指控涉嫌操纵比赛 而且被曝出,曾16岁就有这样的违规行为 更令人意外的是,早在2021年 严炳涛夺得大师赛冠军时陪他领奖的就是他的女友 两人之后也成为了外界羡慕的金童一女和人生赢家 但现在不到两年时间,严炳涛就在经历假球事件之后 近日更是传来了令人惊讶的事情 近日,也就是12号,严炳涛突然被传出再婚了 在近日严炳涛事件媒体上,他的前妻发文表示 和严炳涛在10月4号就已经结束了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而从4号离婚到12号传来严炳涛再婚的消息 这中间仅仅是9天的时间,离婚到结婚真的是光速了 不少网友也认为这让人感觉有点不正常 特别是在女方被爆料后,更是让严炳涛遭受到了质疑 是不是藏着什么猫腻 毕竟严炳涛的家境呢,并不富裕 才导致他16岁就涉嫌操纵比赛 所以在他名誉受损后呢 前妻也是最终不愿意在一起继续 严炳涛才决定迎娶先任 根据报道显示 严炳涛的现任妻子是越南人 名叫白珊珊 从照片上来看是非常的清秀 小巧玲珑 不过据悉他的家境不俗 是妥妥的富婆 和严炳涛在一起呢,也是非常般配 不过不少人认为严炳涛一路走来 无论是职业还是婚姻呢 都是略嫌儿戏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